海贼王,Queen被乔巴打耳光,一百倍里崛起了。 凯多的人寿形态,赤俏九霞那边的神秘黑影,黑色玛丽亚VS罗宾,绝境之中的豹武郎,你最期待哪个场面?就在今日,按照惯例海贼王情报终于更新了,你不容错过。 1007话到底讲述了哪些内容?标题已经确定,叫做狸猫先生,看名称就已经猜到了,是乔巴的主场,一起来看看目前已知的情报内容吧。 暴武郎一展雄风 这次并没有转场,依然是会场内部的战斗。 接上一话的内容,暴武郎展现当年雄风,一招清平将敌人全部打倒。 玉婷帆和京都建回组的干部及队长们也未能倖免,其中大部分都已经倒地。 足以看出暴武郎当年的实力有多强,这位老头不简单。 Queen对部下无情嘲讽。 随后是Queen这边,之前Queen对会场内无差别使用冰鬼, 这时那些感染了冰鬼的部下们来向Queen讨要说法,结果Queen却展开了无形嘲讽。 直言道,愉悦者为了获得能力放手一波,输了就是一群只能笑的废物。 等待者无论怎么等待都是无法得到Smile果实的家伙,而感染了冰鬼的人却对我更有用。 不愧是凯多调教出来的部下,这话说的很有这个海贼团的风格,部下的生命丝毫不在乎。 乔巴最佳MVP。 重点来了,应对标题乔巴的表现。 在鲍五郎即将死亡之前,乔巴完成了抗体的研究,并且随后以此为基础用大炮进行广泛散播。 和之前预想的一样,鲍五郎大叔没有死,关键时刻还是被乔巴挽回了生命。 Queen看到这一幕随即向乔巴发起了攻击,但是愉悦者们自愿成为了乔巴的盾牌挡在前面。 随后马尔科抓住了Queen,乔巴这边则是吃下篮波球打了Queen一个耳光,如下图所示是情报失手绘图片。 。 研制解药,打三三耳光,乔巴这一话当之无愧的MVP,尤其是13亿两千万倍里被100倍力打耳光,这个性价比不要太高。 中途转场。 。 紧接住还有两处内容,有关于陶之柱和大河的描写以及CP灵关于贝加庞克的血统因子,情报师这里掠过了。 。 神秘黑影来了,情报师鼓吹让人意外。 。 最后一个转场来到了赤峭九霞这边,众人都恢复了神志,眼前的这个神秘人物终于现身。 但是情报师并没有说明是谁,为了漫画图出之前给海密留下遐想的空间。 。 关于神秘人物情报师给出了部分参考,其一观众们看到一定会吃惊,其二,和当初一千零四画最后的神秘黑影造型并不一样,所以之前的形象我们是被伟田耍了。 。 同时让大家停止艾尼鲁,阿金这种玩笑般的猜想。 最后重点,下周休堪。 。 这一块中乔八是重点,这样的表现一百倍里太少了,好歹再加五十吧。 其次就是神秘黑影,情报师为了保持神秘没有说,也是给了我们很丰富的遐想空间。 。 这个人物情报图没有出现前大家可以尽情脑洞,当然爱尼鲁和阿金除外。 。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光月时,它的出现足够让我们惊讶,但是情报师说和一千零四画最后的神秘黑影造型并不一样,那么会是谁呢? 。 留给评论区的你们。 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